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澳洲生活,我是Amy 每逢佳节被施青,中秋节快到了 分享一道冰皮月饼 这道冰皮月饼的亮点在于馅料 含有丰富的花青树食材 有黑芝麻,黑米,黑豆和红豆 谢谢点赞点评支持 Thank you like, subscribe 首先将黑豆和黑米分别洗干净 放入水中浸泡一个小时 吱妈妈也需要喝点水 洗一洗 然后沥干水分 好,这个时候做冰皮饼皮 50克 捏米粉 50克 秤粉 也就是小麦冰粉 25克 倒入白糖30克 再倒入牛奶 225毫升 让它们搅拌在一起 为了让饼皮更加细腻 我们需要把它过滤一下 接下来我换一个碗 带盖子的碗 大火水开后 转中火蒸20分钟 趁这个时候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就是炒糯米粉 倒一点糯米粉 将它小火慢慢炒熟 炒好了以后倒一勺的糖粉 糯米上面有一点甜甜的滋味 一会儿做月饼的时候 滚在上面不粘连 第二件事情就是用紫甘蓝做天然色素 紫甘蓝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 加入不同的天然色素 不用花太多 好 这个紫甘蓝煮的一点汁 然后我倒一点点粗 一点点几滴就行了 好 变成红色就可以了 好 这个煮好了 后来二十分钟都拿出来 已经蒸好了 好 我可以把它稍微 好 就这么一点点 颜色不够红 再继续倒一点点 就这样 把它不停地拉 这样的拉就是让它有韧性 就像这样也拉不断 这些颜色呢 都是比较纯天然的 放入冰箱一个小时更有韧性和冰冰的口感 将黑豆炒熟 为了保证效率 三个锅同时炒 这样就快一点 用小火炒 所以每个一起翻炒还是来得及的 芝麻就可以炒得快一点 就可以结束 黑豆呢 就是煮得久一点 黑米把它炒干 炒熟 好 炒好的黑芝麻 黑豆 黑米 还有是红豆 放在一起 倒入80克的白糖 加一点椰子油 再放一勺猪油蒸香 在微波露里面稍微加热一下 好 猪油已经化开来了 我就倒进去 稍微拌一下 稍微倒一点点水 只要能够让它转得起来 就可以 多放水呢 你就炒馅的时候就要增长时间 所以它能够转得动 就这个水就够了 好 差不多了 为了把这个线打得更细腻 还要换一种搅拌器 这样呢就炒出来就比较细腻 为了保持机器不会那个磨坏 要分三次 把它 每按动10秒要停一下 这样能够保证机器不会太烫太热 为了保证馅料的细腻和滑润 需要进行过滤 这样馅料就没有颗粒 非常细腻 口感润滑 将过滤过滤的线倒进去 小火慢慢炒干 炒的已经有点粘稠了以后呢 可以放一些麦芽糖 玩麦芽糖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啊 两个木棍这么绕来绕去 让它变成白色 遇到热就会自动化开 炒到这个时候才知道 看到这个颜色就知道什么叫黑又亮 焯过半小时了 你看 它已经不粘锅了 刮板也不粘了 那就差不多好了 好了 馅已经炒好了 为了保证馅料的一致 每个馅料25克 一共做16克 冲一下大概是25克 冲一下大概是25克 好 先做好了 接下来 接下来做饼皮 这是冷藏了一个多小时的叶饼冰皮 手感冰冰凉凉的 哇很有韧性 哇很有韧性 将冰皮切成16等分 每个20克 馅料是25克 这个比例就是皮薄 馅大 稍微捏大一点 这样呢 因为就那个馅呢 就容易包进去 因为外皮比较柔软 所以馅放进去 可以把它往中间拢 馅可以往里面按一下 很快 它就可以把馅料全部包进去 好 把它揉一揉圆 放进熟的糯米粉中 滚一下 然后呢 就放在月饼模具里面 轻轻按一下 按大约三秒钟 停革一下 让它定型 轻轻的把它抬起来 好 一个月饼就做好了 三黑馅 冰皮月饼做好 月饼饼皮软糯香甜 花青素 三黑馅料 口感润滑 纯香可口 冷藏两天也不发印 两天之内没有吃完月饼 可以放到冷冻柜里面保存 想吃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解冻 口感也跟新鲜的一样 香糯可口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感谢您观看到最后 收获也最多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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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热